大家好,欢迎大家收听这条政论 我这个话题想讲讲李家超现在的身份位置非常尴尬 早前大家有没有留意一段新闻,早几天7月1号前 前后有媒体分析访问李家超和几个主要官员,他们被制裁了 被制裁就制裁了,他们做了一整年,制裁这些官员的效果是怎样呢? 他们就讲到好像没所谓,坚决继续爱国 不介意被制裁了,是吧? 我想他心里面是另一回事,口一定会这样讲的 我不是想关心他们这方面的问题 而只不过是,点名字啦,陈国基啦,政务司司长啦 曾岳伟啦,政制内地事务啦,不要联合国啦 这个人,因为人家不给他签证嘛,被制裁了嘛 那... 邓炳强啦,当然还有,是吧? 那特别是特首本人呢? 那当然特首本人是最严重的 其他人呢,原来是没有外访过其他国家的 那你去,现在就靠陈茂波那样,他又找不到生意 是吧?陈茂波是出访最多的了 那很久他都非常努力出去找生意啦 那但是你是财政司司长 始终不是特首啦,是吧? 或者不是政务司司长而已 特首的副手啦 那...好像有一些... 亏欠,跟以往不同啦 那...当然啦 保安的都有一些重要性的 以前有,现在不是那么重要啦 那所以邓炳强又出不出去呢? 就不会影響香港的经济 他...他怎么计都帮不到香港的经济 他只会破坏的而已 他...但是没有事,警察洞在铜锣湾那样 他...他的职责,是吧? 所以他的本质、性质上 我们不预计他为香港带来一些服装 服装带来些什么 他不阻止呢? 阻小一点都很开心啊 但是问题 其他人是必须要面对 就是你主要的官员 有一批是不能够出外访问 代表香港 那这个恶果呢 已经漸漸浮现了 那当然啦,李家超是最重要的啦 李家超本来就是去APEX的,年尾 那我们又跟这个最近的白人被通缉 海外香港人被通缉事件 他出来就撑了 那整件事就有人就觉得 就是你比较愚蠢 因为这些是国防问题、外交问题、国安问题 国安问题是由国安处负责的嘛 国安处就是中央直接在香港的嘛 是不是? 当然啦 服务他们的人就在香港警察 撥些人给他啦 那你跟国安法的那个条例 他的钱都是由中央出的 他的钱 但是香港政府就撥了80亿 给他,结果再加50亿 是吧? 相当大加笔钱 是吧? 但是问题 他不是归香港政府管的 所以他第二部通缉令 是由国安处发出的嘛 这个通缉令 有没有留意? 不是香港政府发出的 香港政府 以前曾经说通缉了 他们当是一般 违反香港法例的事情 那现在呢 就是国安处出了一个通缉令 那八个人 那问题呢? 你只需要说 涉及国安问题交给国安处负责 那你李家超可以不说那么多 那就是推开这个问题 那我们的特首 李家超相当中心于共产党 所以他都主动 怕北京不高兴 所以他主动都说 我支持 和呢 諸如此类 那三个人 他呢 港元处的警司李桂华 和邓炳强 同一个调子 什么调子呢? 第一就是抓不到人 没法逮捕到 根据制法 我们没法逮捕到他们 第二就是叫他们回来自首 三个都叫人回来自首 做个男子看 你不回来自首 你就怕一世了 这样 那我都 其实这些很好笑的 不是很好笑的是他说这些东西 而他三个人说的东西竟然是一样 所以死不死 照狗独 是不是? 大家有没有留意 抓不到 没办法 这个必须承认 有人问你 怎样抓他 没有抓不到 那叫他 唯一解决的方法 叫他回来 就想他你会黄黄包的中日 我看不到别人 做了外国人就可以了 是不是? 他们多数 不是多数 漸漸就可能 就正式入籍外国 你要了 你不能够做无国籍的人 是不是? 比如罗冠聪 可能就入籍英国 其他国家 你政治难民都是加段时间给你国籍的 给你成为他的国民的 通常是 是不是? 所以他们不会有什么睡不着的 也都不会没有订中老的 不回香港就罢了 是不是? 就是习惯就可以了 是不是? 我不明白 但是他们明显是解决不了这些事情 但是他们要背起这架 特别是李家超 所以就说 估计人家就会黄黄包的中日 叫人家 叫人家回来扶着责任 三个人是同一口径 这个有趣的地方 只是说证明 不是他们自己开会谈 各有想法 然后在一起 而是三个人都是读同一份稿 指示 这样说 都不要紧要了 但是呢 很明显 就撇不到关系 是不是? 那当然啦 刚刚说完 李特勉强那些根本没有机会去外面 全部只能够内交 这个曾国伟等人都是没有机会的 职位思想都没有啦 曾国伟都没有机会的 但是 李家超去不去到APEX呢? 后面那些堆期呢 就是万国旗 去到APEX就二十几个国家 也都正式特首身份 就是无需介意 就是 被制裁 豁免了被制裁可以去了 那也都是一个指标呢 中美关系是否得以缓和 那在北京的角度呢 其实都希望李李家超去到的 这个去到不奇怪的 你记不记得早阵 开始的风向是 国务院是倾向给他去的 给他去的 后来有议员吵呢? 就说没有了 我们收回啊搞错 那还没有转转呢? 因为耶伦去 可能耶伦去谈得挺好 耶伦出去 就是向耶伦搭爹 叫耶伦帮手说一下 你知道外交的往往就是这样 是吧? 那如果李家超去到外国APAC 去到APAC去到很多地方了 就是那个 你美国出制裁令 你都豁免 那你叫其他国家不让他来? 是吧? 叫航空公司不卖机票给他? 变相不让他去? 是吧? 其他国家就不理你了 那李家超就松了绑了 其实这个象征意义甚大 不是象征意义 十七意义都很大 如果他去到美国APAC12月的时候呢 那其他的外交场合 那他就可以出去帮香港讲话 每次都叫豁免了 中美关系得以改善了 你说有多大的 有多大的作用呢? 但是今次呢 不是了 通知他之后 我留意到呢 外面的人呢 就是那些Hong Kong Watch啊 那些另外有一个 说他是搞这些 香港的 就是在外面 我还没记住他的名字 就是那位女士 他们呢 都不弱而同在Facebook里说 证明啊 这个李家超是 是一个很差的人 违反人权的人 因为他 因为他 当成好像他主导那样 我既公道呢 我就觉得 是国安处就是北京的意思 看来都是 因为北京很快就出声了 毛铃啊那些这样 就说 支持这个国安处 这些是国家安全 我们一定要做的 这样 不要说三到四 我们喜欢统策 哪个就是哪个 这样 我不知道 北京的想法是怎样的 如果北京有一个想法 香港政府都可以 策策薄的 因为国防外交的东西 是不是呢 你可以是 低调一些 但是很遗憾 李家超都很高调 而你一高调呢 外面 国际间 负责游说的兄弟们 就是 他被制裁那些人 包括罗冠聪 我看到他在Facebook也有说 那就是证明 你邀请他来 这个独裁者的打手 邀请他来的错误 你不觉得为什么可以 他出过这样的通緝令 在美国 比如袁巴在美国 是不是呢 在美国的公民 他完全无视你 美国的国主权 声称要通緝 要来抓你 就是 你不排除了 他以前试过嘛 走来你的国家 用这个法外手段 抓了个人回去 中国 抓了他回来香港 这样 毫不尊重人权的一个这样的 共产党 代理人在香港 你也都制裁了他 你竟然给他去 你美国政府怎么办 所以呢 因为这件事 法人通緝 你加上李家超出来 如果你不是站出来 我差 我差 好像是他主持 看来就不是的 我觉得是北京的意思 背后怎么另有分析 背后怎么另有片分析 也很多人分析 但是单单是因为 这个通緝令引起客观的效果 而李家超并不懂得避开这个 封公路 可能他不想 就是他出不去 是否收到香港 对他来说 都是这么多 都是出几十万两 都是要放在坤嶺銀行 都是被人制裁 不能去 都是留回 就是他来说可能没什么大分别 最重要是北京的意思 北京说 喂 出声支持 那他就支持了 不表示意见 但是这个是你自己的责任 你想一下 如果你能够争取出殖欺品 对你也許 对北京都好 中美关系都好 这些是你自己发挥一下的地方 你怎样在纳逢里面 我想北京都不介你 你不出声 是吧 你不出声 或者你表示 软息 这些是香港人 他能够回来 是吧 我们都会公道对待他 是吧 不会打他入黑牢 諸如此类 你说一些暗示 不关我事 北京的意思 我特首 那你还有可能 在外交的滑船之下 转患之下 你去倒A平 打破你的外交困局 你这个外交困局 作为一个外交 特首你跌到外交困局那里 你做不到外交上的工作 直接应该你那个 应不应该让你继续做下去 那你说北京监我的 那北京 大国为重 阿超哥 你爱国的 是不是 给个好位 你一个 找个市长做 可以了 那你仰仰的位 因为你去不到外交 最终可能是这样 你不喜欢 一样薪金 叫你做东莞市市长都不行 那你可能都不能够拒绝的 是吧 给你做一个全国最高工资的市长 三十多万 四十万 这样的一个 四十万的人工 那习近平都没有你这么高工资的嘛 你想怎么样 是吧 但到时候可能要你借给一些了 因为你出不了外 代表不了香港 是吧 那这个是不是一件坏事呢 结果我觉得都是对你也是一件坏事 对国家也是一件坏事 那当然了 我完全理解外面的人 很生气的 你通緝他 他不怕 怕不怕 你只是挑衅 那你当他们无聊 是吧 还指指点点 叫我回来自首 那我 我不单止不回来自首 我周围加强游说工作 那共产党当然是执对了 这次可以有个很好的理由 针对李家超 是吧 当然会针对邓炳强 邓炳强都不出来 那没有东西很针对 但是李家超你想去美兵 那我就可以针对你了 现在 我看这一轮 那些 他们那些 国内那些 宣传 那些 他们的重点就是游说美国政府 或者游说他的议员 以议员去游说政府 英国、美国 就继续要严厉 制裁这些 帮共产党 将他的魔爪伸向着 已经在外国做人家公民的香港人 可能共产党不太明白 这个 你在人家的国家的国民很静下的心里面 你这样打压香港 那些人走过来 我们将开怀抱 大家是自由世界的公民 是不是? 我们的责任应该是这样的 你当然不高兴 谁不知道你不高兴 不高兴就算了 你都只能够 你这么高调 走来说通緩 圆控 是不是? 你会不会引到那些 那些国际 找国际 找那些 华格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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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 ISIS 这些组织为了赚钱 去对付这些民运人士 在我国家里发生这些事情 华格纳 是不是? 找那些 华格纳 怎么得了的? 是不是? 我们不是要很小心 保护这些人 一定会 我相信 但是整件事 依何在呢? 是不是? 而这件事 共产党蠢的 搞这些事情 就由他了 李嘉超你聪明一点 靠哪一站 行不行? 不是 自己又要害怕死 老共不高兴 害怕死阿保隆不高兴 自己出来 先保住那个位置 好了 没办法 那我都希望 香港 作为还活在香港的 都要 都要买了股票 都要面对香港的经济条件 好不好 至于一般在香港生活 这么多朋友 亲戚在香港生活着 都希望香港好的 希望你的特首可以出来 找些生意回来 你知不知道 由1月到6月 最近的消息说 6月都是出口下跌的 跌了6个月了 你上任到现在 一年 囚了半年 你赖了去Omicron 你赖了去Omicron 都没有现在这么差 这6个月比去年 Omicron期间 1至6个月的香口出口 当然我们都明白 这个都是大陆都不妥的 但是 大陆如果可以 不是啊 我们各样都很好 是你的特首没有用而已 那香港人也不理 这么多 这么高人工 什么油智及轻 你自己牙策策 说香港很行 给你领导之后很行 那现在是不行的 是不是 整天想着 怎么黑扣我们那些 小小的搭车福利 是不是 输入外联影 香港的窮 那些基层的工作 这些已经对你没有好印象了 你再是不能够改善任何外贸情况 7月又继续跌 8月又继续跌 那 会有压力的 是不是 香港的商界会有压力的 换人做做事事看 可能会好一些 香港的经济 是不是 这个心 这个风气 这个气氛一形成 那我们就 就是 不会再见到阿超哥了 我相信 那我就看到这个 效果 就是这个 副产 副产 效果 就是因为 李家超你出来 撑这个 8人 就是 通缉事件 好像是你 想出来的 那样 讲到 是不是 那有些冤枉 我觉得 应该不是他 阿超想出来的 不过无论如何 你肯定要败这个责任 是不是 没办法 好了 这个视频讲完了 下个视频再见 多谢大家 耐性收听 哈 好 多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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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多谢大家